大家好,霹雳州,所谓迎州,Para,过去是马来西亚全国最富有的州属。 可是经过国政60年的治理之下,根据财政部的智库Gazana Research Center所做出的最新报告, 霹雳州已经由当年最富有的州属沦落成为全国第二贫穷的州属,只比东海岸的吉兰丹好一点。 除此之外,首相署2016年全国人口迁徙报告,霹雳州也是人才外流最严重的州属, 已经成为全国最多老人居首的老人州。 面对如此不康的情况,霹雳州已经到了必须必须改变的时候, 所有的霹雳州人民必须要挺身而出,拯救自己自爱的州属。 我们大家都知道,霹雳州现任的这个州政府,在州务大臣占卜力的这个代理之下, 闹出许许多多不康入目的丑闻。 第一,包括用大臣机构38万的人民血汗钱, 替自己去买一个所谓的Brand Rorat的奖项,到今天都不敢否认。 第二,由于要承办马来亚运动会, 重庆提布拿了1100万在宜宝建脚车城, 可是却因为偷工减料,被国际脚车工会训立必须拆掉重建, 使人民损失惨重1100万血汗钱,又调到南中国航区。 第三,霹雳州不只是人才外流,丑闻平平, 国阵更开出许许多多的空投支票,一直在欺骗霹雳州的老百姓。 徐东包括要在巴勒坟大, 史丽伊斯坎大,金宝,新建三间新的政府医院。 可是,经过10年,人民滋滋的等待,最后都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甚至爆出了原来州政府拨给金宝医院的地,一片废矿湖。 难道中央政府要在金宝建一个湖中医院吗? 这是州政府另外一个极度失败的例子。 此外,州政府也答应要在金宝, Gamundi等等兴建经济特区。 可是,经过10年,两届大决,所有的承诺都是空谈。 因此,我们相信霹雳州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 而霹雳州是绝对有可能换政府的州属。 因为,在全霹雳59个州一席, 在野党目前已经赢了28席,只剩下最后两席, 31对28,只要大家一鼓作气, 全民回乡投票。 我们相信,结合城市乡村大海啸, 全民海啸,靠你一票。 霹雳州只有改变才会忘, 忘了才会有希望。 发文字幕提侣